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馬迷早晨》 又是我主持世榮 跟大家星期一見面 介紹頭場給大家 今天星期一 明天介紹星期二 馬迷早晨 另外就是記住 跑九場谷草B難賽事 6.9就開始了 所以大家都要早點 5.48分我會和大家開始做LINE 你當然要先下載還是堅仔 不然怎樣用大手升跌功能 一起頭珠示範給你看 所以未訂閱朋友 右手邊四星龍珠按下去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頭場的賽事 有什麼早餐推介 雷工作這場 上次輸的幾天放到1分16秒半 略快我自己也做了筆記 看到評分到有利水平 這些馬身低不會等落班 八歲主要都用盡 找到莫尼拉尼也是想贏的 安逸寧靜是不厲害的 但是你看回檔位統計 貼著一檔那條欄都可以有接近一半的入前四名率 這些馬只要不要輸那麼遠 上次前次九檔 它都可以回來的 至於好運寶寶 這隻馬早前不錯的 找宋命輪騎的時候 大熱搏失了 然後再出一支三年千四 不對 這次回來有機會 至於另外一匹一見傾心 看樣子似想落班 但問題是它其實同班裏面 它都贏過的 找潘頓 那次是超慢步速來的 但是正常步速之下 有個不錯的檔位 憑輕磅 現在不是130磅 是116而已 也有權贏到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邊線配的兩匹 本來九隻應該給大家三匹就行了 紅色的兩匹是邊線配的 大家都要記住 好了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有這個賽馬回顧 今天有很多精彩節目 我們稍後再見 拜拜 ler 洞 洞 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